抱着女婴一把抓起利刃朝警方冲去 画面定格的下一秒母女俩遭警方击毙 事情发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坎萨斯郊区 11月7号警方接获报案前往一栋社区大楼 报案人表示媳妇有暴力倾向 警方密入器显示34岁母亲Pike抱着两岁大的女婴Destiny躲在衣橱 警方释出影片中并没有显示与Pike的完整对话 十分钟后Pike坐在床边沉默了一阵 随即拿起身边的刀子朝警方冲去 亲友透露Pike有产后忧郁症 他们原本以为警方会逮捕他并帮助他寻求专业协助 没想到却以母女双王收场 事发后警方至少十天没和家属联络 而这起事件更拖了整整三个星期才被公诸于世 亲友认为警方执法过当 而且调查过程不透明 对此当局表示一切仍在调查当中 但无论结果如何都挽不回一对母女的宝贵生命 下期新闻我留着于报道